小心 小心 姑娘 买花吧 买花了 公子 你看她 大人 其实 不必这样吧 我答应过你的 只要你待在我身边 我就不会让你受到 一丝一毫的伤害 可是 人人瞅目的感觉 好像不到我从前 那 那我们找一处 人少的地方吧 走吧 大人 我们这样 会不会怪怪的呀 花灯 你自己就是月神 还要拿着花灯 对着自己选呢 月宫当中有一片静池 从中可以看到人世间的事 在人间 每天都有许多人向我祈愿 可她们的愿望 都是贪欲 直到 我遇见了一个小女孩 她向我祈愿的 是可以看见自己的母亲 也只有她的愿望 是想看见别人 那个小女孩 说的是我吗 嗯 原来大人早就见过我 小时候的你实在是啰嗦 让人不注意也难 不过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你和我迟早会相遇 嗯 不过 可是 大人承天在天上 听凡间的愿望 应该 从来没有为自己许过愿吧 嗯 我也从没有什么袭击之事 这次 大人拉住了我的手 让我有了一次许愿的机会 不过 不过 这个愿望 大人一定要替我实现 那 你可不能动什么歪心思 哦 姑娘可否能看见 别人所不见之物 刚才我可看见姑娘 和人在聊天呢 公子你肯定是看错了 也听错了 先不打扰了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希望姑娘能够帮忙 我只是这青州城的无名小族 应该帮不了公子什么的 姑娘绝非凡间女子 让我猜猜 姑娘身上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身上的确有诸多特别之处 但都是些不好的事 会给公子惹来麻烦的 我看未必 我真的帮不了公子什么的 我又骗你 大人 私自附会 你这是善力职守啊 你身后那个人 乖乖的 你是何人 在下寒炉 方才见这位姑娘独自在此 无意间冲撞的这位姑娘 扰了两人的良辰美景 实在是抱歉 大人 我们走吧 赵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走吧 这么快就坐不住了 你还是和当年一样 关心则乱 以后 越来越有趣了 怎么上市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山河南遍 爱恨两难 远距远距远散 空辗转 不管风云乱 不顾铭牵盘 只恋你 轻易问完 落河南遍 旺焉盘 泪眼善涩 万般周庶 怎人看 对月星茫然 对情不堪叹 想听你倾诉浪漫 云昭妍 现在应该不会有你现在敢靠近了吧 我可以好好的 和云昭妍说句话了吗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一起承担吗 你甘心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刚才好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现在走了 你没事就好 感念大人 这要太生反了 好 云昭妍 郡主找你去醉影楼商议要事 啊 醉影楼 请 谢了 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这些 嗯 你也太把我在御师府的差事当儿戏了 我们 可是要维护青州城一方太平的 可你今天若是不来陪我 这青州城 怕是真的要不得安宁了 啊 你真的不陪我喝一杯啊 我真的不能喝 我一虚弱 会很危险的 你也少喝点 我现在更危险 谢归沉 他不跟我走 我被拒绝了 你别着急 我觉得 还有转机 你说我还有心吗 对啊 我还是非常相信你那不达目的 是不罢休的性格的 你头上这月桂簪子真好看啊 在哪儿买的 这个 是大人送我的 我还是喝酒吧 我 太帅了 外面什么这么热闹 这不是圣经名流寒龙吗 寒母子 大家王林 去 他最近倒是经常出入我们城主府 也不知道在哪儿什么会出移 哎呀 这怎么又是两天啊 这长戏真是无访天啊 不仅为安静魂公里 居然还带回了一个凡人的日子 帝君真是太太大了 依我看 就应不试练出他的太阴上身之之 一并将来 这下安静了 你小的时候 眼睛看不见之事 应该也觉得周围很吵闹吧 我现在就去找帝君 你在这里 乖乖等我回来 你小的时候 我不听ается 古北 竟real 你回来 就帝君 很可爱 upcoming 你们是 你唉 gek 只看我 叫他 这么围走 当临帖出来 他就是你从凡间带回来的云昭炎 是 他被青东楚所伤 长西 我 恳请帝君救他 恳请 长西 十年来 你宁愿在凡间苟活 也不愿回这广寒宫 更不愿意见我 如今 你恳求我 却不愿自称是本尊的 郡主归为青昭最为尊贵的女子 怎可 三番五次如此 如何 你又要远离我吗 你刚刚在路上说的话 我可是都听见了 是我不该靠郡主太近 谢归宸 你不许走 你是我认定的人 我是不会放手的 无论你以前经历过什么 未来要经历怎样的动荡 我都想一生陪着你 谢归宸 你自己明明也很舍不得我 为什么总要轻易放弃 我告诉你 错过本郡主 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怎么又是这副表情啊 你怎么许多给你 你哪些人 ruktur 没有 我要信心 我 他给你 你啊 我 大家都懂 我 你 明白了吗 你 小时候 我差点死在了边疆 是他救下了我 教会了我武功 才让我回到今天 来到青州后 他先是让我盯着大人 而后发现 赵炎的异常之处之后 边疆目标转向了赵炎 还屡次加害于他 我想 他的目标就是这个 你师父 可有什么特异之处 他总是黑袍加深 来去不可捉摸 我虽是被他所救 但 也从未看见 他真正的面貌 韩颖半本尊而生 只因无形无体 他只能靠依附于 别人的尸体 你师父 名唤韩颖 并非常人 自然 是不可能让你 见到他的真容的 毕竟 他只是一个影子 影子 我从来不被允许 做他命令之外的事情 我不愿加害大人 他便想除去我 想必 我也不过就是他能办事的影子罢了 你知道 静池的中心是什么吗 我 走 静池的中心是月的心脏 在那里 储存着 所有向月祈愿之人的心愿 现在我就给你看看 在我心里 最美好的那个愿望 嗯 原来我对大人而言 是这么特别的存在呀 很早便是了 哼 原来 酒是这个味道 哼哼哼 哼哼 哼哼 你知道 我能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后 最最最难过的是什么吗 什么呀 就是 生活中不管遇到再多的烦心事 我都不能借酒消愁 也不能放声大哭 更不能颓废生病 你不是说刚到青州的时候 就已经找到护身符了吗 那你现在就可以尽情地喝酒 想哭就哭 怎么放肆怎么来 反正有他在 这么妖魔鬼怪来了 你都不用怕 如果真是这样 就好了 大人为何 今日看见 忧情重重的 你看看 之前就是这样 一直因为害怕躲在暗处 小心一眼 嗯 怎么你俩都在一起了 你还是之前那样 因为 嗯 我看到了更怕的东西 嗯 嗯 不过别担心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胆小鬼了 现在 我已经将所有的美好 都封印在了心里 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心无一物的可怜珠 你说什么呢 奇奇怪怪的 哎呀 难得喝一回酒 干一杯 走 走 好 啊 啊 啊 哦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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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昭妍 你昨晚是又被逆仙附身了吗 怎么又私闯进我的那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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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变了 之前你留宿在我这儿时 你都是满脸幸福 可现在 你只有惊慌失措 难道 在街上遇到一个俊老的逆仙 变心了 我 我真的不记得了 昨晚 我明明在义庄来着 好了 你昨晚上喝醉了 一直叫嚣着 让逆仙别跟着你 喝醉了 昨晚 我是不是又吓坏别人了 多亏有我跟着你 才把你捡回来的 还好有大人在 嗯 对了 夫君 你可知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 今天 是十五 季月代会也要到了 是啊 仁氏却走了一年了 昭元也等了他一年了 嗯 你别再跟着我了 夜都没喝醉了 让我好好睡一觉 云昭妍 你还不齐吗 嗯 你还不齐吗 不是 段 cease 仁正眼 现在你不仅眼睛特别 连耳朵都能听到奇怪的声音了 好 距离上次见到大人 已经过了三百余日 不知大人在那月上 过得还好吗 好想见他一面 Zither Harp 我跌落到你的船上 你怎么都不扶我一把呀 你一个大男子 怎能如此娇弱 反倒是你 这么晚了 还来这里干什么 看月亮 好 是又向月神娘娘许愿了 大人 为何会出现在这儿 我在人间 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还需要你帮助 大人的意思是 你成了逆仙 去 不要告诉别人 只有你能看得见 我可是偷跑下来的 怎么 你现在 还怕逆仙 当然不怕 我与化作 世间的夜屿清风 与你相拥 共赴一场梦 也许 也许此生是因为 和你相逢 所以人间 才值得歌颂 走 纵然大千瞬间 风光千万钟 而我却只为你 自动容